哈喽又是我了 小玲玛来房产爱心小天使 我又开讲了 那近期很久没有见到我录制什么视频是吗 之前上一集可能是录制一些 关于这个首购主买房产的这个知识 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 关于我们这些做中介现在的境况怎么样 因为现在就是MCO嘛 然后UFMCO 其实到现在呢 很多人都很好奇 到底我们中介能不能上班呢 其实我们现在呢 中介我们拿不到密地的信 所以我们根本出不到去中工作 那如果想看房子的朋友呢 当然我们之前有录制一些视频 可能你可以刷一刷我的这个YouTube的channel 然后你们想要看什么房子 那你可以在我的YouTube channel这一边去看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YouTube channel里面的房子呢 或者是想要知道别墅啊 想要知道哪里房子的这个价格啊 反正现在我在家没事干嘛 那如果你们想要打电话来了解关于一些房产的资讯 你们也可以和我联系 到底我们在做些什么呢 就是沉添 然后收拾心情 就找一些房源 然后现在增进自己的知识 然后看多一点这个房产的这个价格 和我们的这个雾主啊 帮助我们的房东 还是帮助我们的这些买者 找到他们想要的房子 或者是帮助房东 卖到他们想要卖的房子来套现 其实不能出去上班 也是一件好事情来的 因为呢 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我们这个德塔的这个病菌呢 已经传染到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到底怎么样传染 我们也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在怪罪于政府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怪罪于也做不到什么事情 最好的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安分守己的 我们好好待在家 然后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减少 那如果发现到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呢 立马去检查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自己重感染 有的话马上隔离 不要出去 因为呢 照顾好自己 就是照顾家人 也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 相信在这个疫情呢 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不是房产受到影响而已 当然有正面也有负面的这一个影响嘛 那当然有些做这一些线上销售的啊 然后做一些是网卖的啊 这些的生意可能也很好啊 然后其实负面的呢 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做 因为新常态嘛 需要必须要转另外一个方式 去做我们的这一个商业啊 这个生意啊 所以呢 很多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来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必须要支援整合抱团取暖 因为呢 现在这个时候呢 正能量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给大家 给这个视频前面的观众们一个鼓励 无论你们做什么行业也好 现在每个人都是困难的 只要我们开源节流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去找一些人 去配合 然后我们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今年是一个大转变 如果这个疫情一过了 那我们所有的行业都会缓过来的 这个是一个过渡企业而已 当然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想学什么呢 想学股票也好啊 想学投资也好 想学房产也好啊 想学烹饪啊 这些东西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YouTube这边学的 那如果真的有兴趣来行业 就为自己的兴趣而去做 就比如我们这个做中介的 我们不能出去带人家看法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透过视频和人家讲解 因为我们可以看过讲故事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真的是想看房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直播也好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360度的一个 veacher tour啊 也可以带他们去看房子的 那我们这样呢 也可以减少这个人与人接触嘛 那这个传染性也比较低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想要找到好的房子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而且呢 对于owner来说呢 我可以跟你们说很抱歉 目前不是seller market哦 现在是buyer market 就是买家的市场 如果现在还没有买房子 想要买来自住的朋友们呢 观众们你们现在必须要好好的去搜查 或者是找你们相熟的中介 去找你们想要的房子 那如果想要买来投资的 也可以和我联系 也可以向你们熟悉的这个房产中介去询问 看有没有好的房子低于市价 现在立刻可以投资的 就比如上一集我说到的这个房子嘛 对不对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房子除了适合哪来自己住 也是适合非常投资的一个房子来的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知道的话 也可以和我联系 那也可以跟我聊聊天 在我的这一个留言区这边留言给我也可以 我会一一为你们解答的 好的 我们现在中介的生涯就是待在家 只能透过视频和大家分享 然后呢 都是等着这个政府的开放 我希望在这个视频前面的朋友们呢 希望你们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一起度过这个疫情 还没有subscribe我的朋友 记得subscribe 然后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分享点赞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